好 主持人 今天呢 就是520的总统就职典礼了 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总统府前方的警服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警服门的会场这边呢 已经有出现非常多的铁制柵栏 就是因为呢 今天维安势必要做到最高规格 那也就是因为呢 过去警服门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国庆甚至是元旦 或者说今天这样的就职典礼 这种重大场合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一些民众呢 来到这里表达意见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早就已经被警方给化为意见表达区了 那目前呢 是还没有出现一些相关的抗议人士出现 但是呢 警方可是不敢大意 因为近期呢 其实立法院呢 也是风波不断了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中正一分局的辖区 那我们为您找到了 这个中正一分局的副分局长 来为我们谈一下 今天的警力部署情况 副分局长请问一下 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 你们中正一分局 大概部署多少的警力 因应今天的勤务啊 本局共使用了 所有警力啊 1100名啊 那期前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场地的场景啊 那针对无人机的部分啊 我们有部署了无人机的拦截枪 跟地面的拦查小组啊 那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啊 因为今天是上班日 那针对南北向 中山南路跟东西向的爱国西路啊 我们就是保持畅通啊 让用路人啊 可以使用整个交通 不会造成交通的阻碍 那今天有听说有一些抗议团体要来到这边吗 呃 今天还是有零星的一些抗议团体啊 那目前的这些抗议团体啊 目前太那个状况都还是很平衡的状态下 好 谢谢副局长 好 我们客气到呢 今天其实在中正一分局啊 在这边的警力部署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哦 所以我们往旁边看呢 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警力呢 目前都已经在这边集结 准备要来做准备了 而且呢 其实刚刚副局长也有提到 他们主动这一次的北市警局呢 大概是出动了1100人左右 包含呢 是北市四个分局 包含中正一 中正二 万华 以及大安分局呢 都将在这个会场呢 来进行一些警力的集结哦 而且呢 其实这一次警力部署上呢 里面呢也是分为内卫区 也就是宪兵负责 我们现在所在的警服门这个地方呢 则是称为中卫区 就是由台北市的四个分局呢 来分别进行一个维安的戒备哦 势必要让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典呢 做到维安 滴水不漏 以上最新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